同時我們也看看右手邊的鏡頭 謝謝Karen 我們在這邊先讓Karen跟我們大家說幾句話 打個招呼 剛剛我們透過了畫面 也看到了這次演出的許多的精彩片段 一些不同的服裝啊 造型啊 舞台上面的香車配美人 還有看在紅色的寶車上面 不能就是一直想要問問看 就是這次的決策問完會 這次決定要有台北場的演出 先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到時候我們所有的歌迷給我們的期待 哇 我自己首先很期待 因為剛剛也有提到 就是第四次回到小巨蛋平台歌唱 那小巨蛋就是給了我好多很難忘的一些回憶啊 包括就是在我的歌唱事業上面 或者在我的人生中 就是對 反正這個就是像我的福地一樣 很特別的一個地方 對 所以我特別期待 然後這一場呢 就會是今年 這個錯的 18年的壓軸場 對 現在開跑了一個多月 然後就幾乎每個週末我們都在不同的城市 然後到12月22號的時候就正式回到台灣這裡了 整個演唱會 呃 呃 就我必須是要從零開始 試機 呃 創造這個所有你看到的細節 包括是燈光的配合啊 服裝的舞蹈啊 啊 視覺啊 造型啊 就所有所有 所以現在做這個創意總監啊 監製的這個身份 我覺得比做歌手還要 還要爽 還要爽啊 還要爽啊 我記得我們上次見面的時候 那時候你在生日當中 許下的用話就是 更多更多的工作 可見你的生日用話完全有實現 對 因為角色已經是排到明年了 對不對 排到明年 19年持續的 這個不錯 是從我們六月份開始要 跑到明年19年的年底 對 很忙很忙 不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角色嘛 絕對是非常的精彩 而且會是好歌 對不對 絕對會讓大家聽得夠過癮 所以我們在今天的記者會一剛開始 剛剛我們不斷的提到 這是第四次的回到在台灣 這個充滿了特殊情感的地方 台灣台北戰 台北小巨蛋 所以呢我們在今天 活動的一剛開始 我要先麻煩 不只是Karen 同時我們還要麻煩我們今天來到 現場的長官 跟著Karen一起喔 再度的為我們點燃 點亮台北小巨蛋 我們二位長官以及Karen 來 我們一起先準備一下 哇 這好大的小巨蛋 這個完全的模型 3 2 1 好 我們的台北小巨蛋點亮 我們的銀色小巨蛋 這是我們25 years of Mark Memphis 這個 看起來不要以為是月餅 不是月餅 不是月餅 對 你好像這樣看還蠻少的 首先就是 它很厚一盒 因為裡面有四張的黑膠唱片 在前就是有25周年的Logo 打開呢 哇 打開第一頁是 就是 這是我的唱片廠牌 One Body Record 這個書品 那這個書就是說 這個 是有流水電號的 對 這個Occset 就是全世界只有 就是250張 對 因為今年25周年 所以就250張 對 對 所以這個就有一個證書 那就是下面呢 就是 哇 第一張當然就是剛剛推出的那個 新的專輯 我們在中場下的 一張最新的專輯 這張專輯其實到目前為止 其實也有非常非常漂亮的呈現 其中大家最為熟悉的 慢慢喜歡你這支手指單曲 將近有 在光是在YouTube這個網站上面 MV就已經有超過了 將近要有3000萬次的訂閱 然後包括整張專輯 在全球的 所謂的Streaming 音樂串流平台上面 也有 兩億次的 包括 光是這一點 我們就可以熱情的掌聲鼓勵一下 這張是新的專輯的 其中的剛剛也提到 不管是國語專輯 不管是女演唱人 拿過了四座不同的金曲獎 但同時 在鳳文衛手上的這一張 我們在中場相遇 這張新的專輯 希望未來能夠持續的 把我們這個BOX SET的含金量 繼續的給它提高 我就是想要 在這個250章的BOX SET裡頭 因為都有5號 我就會抽獎 12月22號的演唱會的時候 可以進我們的後台參觀 哇 超棒 這個叫做決色幕後味 後台絕妙之旅 就絕到不行 所以今天你看 我們能夠在舞台上面 準備一個搭樂透的機器 是同樣也是夠爛的 Karen 你要先抽出一個號碼 先抽出一個號碼 先抽出一個號碼 我們會在250個不同的彩球當中 應該直接伸進去喔 抓一個號碼出來喔 來 拿在手上的之後 是 很棒的一個號碼 是 68 68 所以呢 在我們的BOX SET正式的推出之後 除了68號這一個號碼之外 另外還會有24位其他的幸運得主 將會以25個人的方式 來參加這一次決色幕後台絕妙之旅 所以今天來自於Karen 還要為我們揭曉的是另外一個禮優 要跟所有的粉絲 對 因為其實我還有MBL MBL都給大家 今天是大首播的合適 對阿 真的好大 而且也算是在專輯裡頭 有一支話題的作品 對 因為跟你一起合作的這位老師 算是你的老戰友 是 你們已經合作過很多很多次 不過同樣的在每一次的合作 都像是第一次一樣 難道插出很多很多的音樂落花 是不是請Karen或我們來介紹一下 是 那這次就請到吳白老師來幫我操刀 那他真的是太恐怖了 對 這首歌他親自作詞作曲 對 製作 然後編曲 打鼓彈吉他 全部自己一個人來 對 所以真的 徹底的支持我 這個叫做性價比非常高 就是音樂作品 麻煩了吳白老師完完全全的操刀 不過同時也完全展現出這兩位 不同的音樂人的合作 那種特殊的味道 在今天我們也要透過了我們的大音幕 麻煩Karen跟我們一起來搭首播 我們請Karen為我們介紹這位小賓 叫中場沒有休息 天空的火的天空悲劇 踩進了一段千塊門去 保持一雙的春秋迷 現在中場中場沒有休息 螞蟹的煙火燦爛美 準備的音樂風風呼吸 好想想看了一段懷疑 從來就是中場還有一句 喔耶 Uncle Five 太有情有義了 真的 我是 我記得去年的時候 我就特別跑了一趟台北 然後找Uncle Five 跟他說我這個專輯 然後整個概念啊 所以必須要有他的出現 因為他在我的上半場 這個音樂的道路上面 他是非常關鍵的一個人 給了我很多在音樂上的一些刺激 所以然後他當然一口答應 然後他還很 我永遠記住他這句話 他說 欸你其實這個你一通電話跟我說就好了 不用要就是特別來找我吃飯跟我說 你需要的話我一定會幫你做 然後我還就是做了一個這麼精彩的一首歌 對所以非常謝謝五百老師 當然希望9月1號大家記得 趕緊就是上我們的官方網站那邊 或者透過官方的途徑去買票了 那這個是最安全的 而且這一次我特別期待就是 因為應該是之前沒有人做過的 會就是可以邀請一些觀眾 可以進來我們後台參觀 那這個我是特別期待的 尤其這個演唱會呢我覺得是 就是好像只能做一場 因為他需要的那個能量 包括觀眾要給我們的能量實在太大了 就是比以往我做過的都來的就更誇張 就所有的東西都比以前更誇張 那我覺得我寧可做一場很絕很絕 絕到沒話說的 好過於啊那攤開做實際場 我覺得這個是我是貴金不貴多的 我覺得這個還是要看緣分啦 就是你會在什麼時候碰到 就是投緣的音樂人啊 他也相信你 你也看中他的那個 我心目中希望是新人啦 因為新人需要忌諱嘛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 那如果我有能力給忌諱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就很有意思 我自己呢就 我特別希望如果有緣分的話 可以簽到一個樂隊 對因為這樣子就 因為他們需要 因為真正的樂隊 那他們自己會有自己的想法 一些心裡的話 想要放在他們音樂裡頭 要表達 那自己的創作 然後透過就彈奏樂器 然後台上的那種表演唱歌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特別迷人的一個 表演音樂的方法 就是把自己要抽離出來 就作為好像一個導演這樣子 來觀察就是每一個細節 你不能只顧自己唱啊跳的部分 可是我發現我做這個 越來越拿捏得好 就是多年來我自己的演唱會 都是自己做就是producer的工作 位置 那現在越來越有把握了 這一塊做的 那所以我覺得累積了好多次的 演唱會的這個經驗之後 可以幫助我之後 我真的要搞音樂劇的時候 我要籌備整個項目呢 就我覺得會得心應手